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在楊屋道街市附近 由一間雜貨店轉為福建特產 店長期都站滿人 到底買什麼呢 這叫燕皮 其實是福州的特產 它的皮是用豬肉搭出來的 類似餃子餡 你可以用冬菇、蔥 調味道 包好之後蒸熟 這裏的食物都是大部分由福建入貨 這些荷鮮都是福建拿來 這個是叫龐 這些拿來打邊拿大都可以 我將客人拿來剝皮骨 加些海帶下去 都很甜甜好吃 其實蠔我買得最多 今日的蠔沒有了 豪仔是排第二的搶手貨 就算貴出面的豪仔 整倍都很多人來買 這些荷仔是食屎那裏湯出來 吃下去的味道跟生蠔不同 它很爽厚 這隻是肥一點 這隻是瘦了 瘦的那隻是食屎好 這隻是用來繞著粥那裏 這些小的地方我拿來煎荷片 好像炸荷片 都是用這些荷仔都可以 老闆娘真是用了這些荷仔 自家製了這種家鄉小食 我鄉下的人很喜歡吃這些荷片 它裡面有那些野菜 加些薯菜 加些荷仔 加些豬肉 它用來炸 用來小食 用來凍親食都有 這個是用芋頭絲 扣迷章做成的芋頭糕 第二道很少見 這些是我家鄉的東西 通常香港人沒有 香港人的芋頭糕 它拿來蒸出來就是這樣 但是我多了一次 又拿來炸 炸出來就是 炸過去脆波波 外面的皮是脆的 但是裡面都是嫩一點 有些人就走遍 加一杯牛奶 這裡就連菜都是由福建運來的 這些野菜花就是 它在青色的罐 它吃下去的罐 到田外的罐 還有滿色的罐 白色的罐 那些罐都不同 炒下去都是涼一點 爽口一點 白菜仔 看過去都是 可能從外面都是一樣的 雖然看起來很像樣 但蘭姐就說 吃過大家就知道分別 而這裡鎮店之寶 就是這瓶福建老酒 它就像美姐的雞汁一樣 福建人煮什麼都會放它 這些福建人通常用來煮菜 炒菜 煮麵 加點下去 那些米豆就不同 福建人通常都是 好像家家都有一瓶酒 放在那裡 這些通常都很多人買 有些人住完香港製菇店 都是老婆來買 都是一瓶酒 好 好 還有 你